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还记得那个亮亮的深秋 还记得人潮把你推向了我 有了远勇气的真实时候 一个夜晚坚持不睡的等候 一起跑完全奢侈的享受 有一次日记里愚蠢的困惑 因为你的微笑幻化成风 你大大的勇敢保护着我 我小小的关怀喋喋不朽 感谢我们一起走了那么久 又再一次回答亮亮深秋 给你我的手 像温柔野兽 把自由交给草原的辽阔 我们小手拉大手 一起交友 今天别想太多 你是我的梦 像北方的风 吹着南方的洋洋的哀愁 我们小手拉大手 今天加油 像昨天会回首 还记得那场音乐回的眼红 在上个礼拜的时候呢 我久了一段小小的时间 可以去国外旅行 所以就去了一趟北海道 是到了北海道之后 每天走路 每天走路都超过一万步 所以就觉得自己的运动 非常的充足 对于身体的健康 一定是很有保护力的 没想到 一会儿就看到了一个报道说 其实你走一万步呢 对于你的骨质疏松 并没有什么好处哦 也就是说 你如果每天走一万步 也不见得真的 就能够储存好的骨本 或者是真的对你的身体 有好的帮助 Oh my god 那到底该怎么办才好呢 成大医院的家庭医学部 主任医师吴志行表示呢 一般人对于骨质疏松症 普遍的存在着三种迷思 第一个就是 有补钙就好 第二个就是 把劳动当运动 第三个是 有运动就好 他强调呢 大家要采取 二三三行动方程式的概念 来打破这样的错误认知 那么我们来看看 这些迷思吧 迷思一呢 有补钙就好 吴志行医师指出 摄取钙值并不是有就好 重点呢 应该在于摄取的量 以及效率哦 那美国国家健康研究院建议啊 一般的成人每天最少要摄取 一千毫克的钙值 而根据2013年国民健康状况 变迁调查指出 19岁到64岁的族群中 有98%的成人 钙值的摄取是不足的 所以建议呢 可以透过优质蛋白质 像是豆类啊 白肉啊 还有青菜以及牛奶等等的食物 去取得钙质 补钙效率呢 就是指钙质的吸收度 人体钙质的吸收啊 并不是百分之百的 有高达六成的钙质啊 无法被人体所吸收 主要的原因呢 包括体质 营养素缺乏协同作用啊 也就是说 其实在维生素与矿物质之间呢 是需要彼此合作 才能够完成催化作用的 还有呢 与高油高盐的 不正确饮食习惯有关 那人体呢 在吸收钙质的过程中 需要维生素D3 鎂甲铃心啊 等等的营养 养素一起作用 否则钙质呢 就无法被人体吸收 而高油高盐的食物 则会在体内与胆汁作用 进行造化反应 将钙质包覆住 因此就影响了 钙质的吸收 好 第二点呢 迷思就是劳动当运动 当医生 问病人说 你有没有运动啊 通常病人都会回答 工作上有走路啊 上下班也走路啊 但是这些呢 都是把劳动当成的运动 就像某些认知科技公司的 粉领族一样啊 总是认为在厂房走来走去 这样就算是运动了 吴智行医师强调 一般走路是没有办法增加 骨质的密度的 只有将速度维持在每小时5.4公里到6公里之间 哦 每小时5.4到6公里耶 那其实真的才走得蛮快的哦 才能够有效的增加骨密度 大部分的民众呢 并没有达到这样的标准哦 第三点 就是有运动就好 想要预防骨质疏松 并不是有运动就好 还必须要考量到运动的频率 以及运动形式 很多人平常上班不运动 假日呢 就集中活力拼命的运动 但是这样的方式啊 不但无助于预防骨松 还有可能会让肌肉 骨骼或者是关节受伤 还有些人呢 只做单狱的运动 像是只练太极拳 只做重量训练 只有跑步等等 结果练来练去呢 就只有使用到某些肌肉 这些也都不是正确的运动方式 可以说是穷忙一场啊 为了协助民众呢 更容易预防骨质疏松 吴志行医师提出了 233行动方程式的口号 二呢 就是要摄取的营养素 要包括钙质跟维生素D3这两种 好那所谓的3呢 就是每天30分钟的运动时间 给自己最少30分钟的时间运动 养成每天定量运动的好习惯 另外一个3呢 就是结合三种以上的运动模式 不要只做某种运动哦 应该啊 要结合不同的运动形态 像是有氧运动啦 重量运动啦 还有柔软运动 才能够真正的预防骨松 面对骨质疏松的患者 日渐增加 吴志行医师也呼吁民众 透过落实233行动方程式 才可以增加骨密度 减少骨质疏松的危机 今天呢 我们在第二个小时的幸福号列车啊 也想要来跟大家推荐一些 很适合现在的孩子们所阅读 并且增加大家对于文化 或是文明的认知 也就是所谓的素养的一些 我觉得是很好的营养素 那等一下呢 就来跟大家聊一聊 这些书不但是小孩子看的 觉得很有帮助 连大人看了也觉得津津有味呢 我们先来听这首歌 这是张雨生所演唱的 《有一道彩虹》 有一天我和你走在一片金黄的花园 看着你舞蹈迷惑我新鲜 声声起翻月亮成月 我想朝夕在你身边 听你尽情唱 尽情笑 希望它 沉入世人眼里幻眠的睡眠 忽而在睡眠 转眼千年前 跑不开你音乐的眼 好乐又看不已的街 除非天上海的人间 我说爱你曾有情 但花园里已缤绊眼里 看光阴头谁滴 看光阴头谁滴 啊有一道彩虹 在你我的心中 从你的春开始 逐春的夜风 变出变卷变 几变卷变的看样摇晃 有一道彩虹 在你我的心中 从你的泪牵引动 芒的结晴零酒 诸书百路 九分寒暮 双江才有飘逸 好 大家在听张雨生的这首有一道彩虹 有没有听到他在里面有念到关于节气呢 你要问现在的小朋友节气的事情 他可能就真的很傻眼喔 我今天要出门以前才刚好看到我一个在国中任教的 我的学生他已经是国中老师了 他出了一个题目给学生写 就是关于中秋节 节日中秋节这样 其实学生写的不错 写的也蛮多的 他就谈到大家怎么过中秋节 他说关于中秋节 还有一些神话 是我们应该要指导的 他就写一个叫做玉兔倒药 这个没有问题 另外又写了一个叫做 长鹅奔月 很长 长短的长 大白鹅的鹅 长鹅奔月这样 然后我们就傻眼 长鹅奔月 对 念起来是对的 但是看起来实在不对 那这孩子显然他有听过 但他不知道是一个什么样的故事 才会写出长鹅 很长的鹅 白鹅奔月的故事 所以今天我们在这里要特别跟大家来介绍一套书 那么这一套书呢是佑福文化所出版的 我们的文明系列喔 那我觉得很多时候孩子 他不是不认真 他只是可能没有太多的机会去接触到很多 说跟我们的文明或者是跟语文素有关的东西 所以他会用出一些奇怪的典故 或者是会说出一些我们觉得无法思议的事情 说你怎么会有这种奇怪的想法 所以今天我们要特别推荐一下这一套书 那这个我们的文明系列呢包含有我们的姓氏 我们的生肖 我们的神话 我们的节日 我们的唐诗 我们的诵词 跟我们的节气 总共有七本书 今天来到我们幸福号列车来为我们介绍这一套书的呢 是幼福文化的主编欣怡 欣怡妳好 大家好我是欣怡 是 还有另外呢就是负责这一套书的责任编辑玉芳 玉芳好 大家好我是玉芳 好的 现在先来跟我们介绍一下是 怎么会想要编这样子一套我们的文明系列的丛书呢 玉芳说 主要就是因为其实我相信现在孩子对于十二生肖的故事都非常了解 对 但是通常只会到就是为什么十二生肖会这样子排名 这故事就结束了 对 对 那其实我们相信除了这个之外其实还有很多就是古人会创出十二生肖 其实还有很多其他原因 所以我们会在书中写出比如说它是因为历法 并不是单纯只是故事而已 对 那像信事 节日 唐诗这些 所以算是比较没有办法一开始就引起孩子兴趣的东西 对 因为比起一些游戏啊游戏类啊 或是一些好玩的内容 这些可能还是一开始看到会觉得 嗯我不想要阅读这些东西 但是这一套书我觉得第一个是 他先用一些很逗趣的图案 图案最能先引起孩子的兴趣 对 那首先引起兴趣之后他可能会翻阅内容 翻阅内容之后 那其实我们也是图文搭配 然后其实内容是写的非常的 算是浅显好 好意 就是好阅读 对 那这样就对孩子来说他可能会 觉得这些东西其实也蛮有兴趣的 对 但对于生活中可能就会产些一些 比较不同的印象 或是更多的 丰富的他的知识 对 那就不会仅止于 好玩 对 然后可以增下一些文学素养 那对于语文方面 我相信也会有很多的帮助 嗯 我们现在常常在讲说要加强孩子们的素养 但是我觉得因为上课的时间其实非常有限嘛 所以有很多跟素养有关的东西 跟文化和文明有关的东西 想要在课堂上面去一一的跟学生们介绍 我认为实质上的推行是有困难的 所以如果说父母亲能够选择这样的一套书 就放在家里 或者放在孩子常常会经过的地方 让他觉得这个图很可爱 你有吸引力啊 拿起来翻一翻 然后因为内容其实写的是 我觉得是又杂实又容易懂的 很能引起孩子们阅读的兴趣 所以他们可能就在不知不觉之中 就吸收了很多的素养 好那我们想来听一下我们主编欣怡的想法 我们在做这套书的时候 其实会觉得 因为现在小朋友其实 家长常常都会想说 要让小朋友少放一些 小看一些3C产品的东西 要多看书这样子 可是就是也有可能就是 会不知道从何下手 那像这一套书 他的内容呢就是 我觉得可以像一个就是通识 就是像大家可以知道的知识这样子 他里面内容很丰富 但是他写的却不是很深奥 让大家在看的时候就是 从我们的叙述中就可以对这些 就是我觉得就是 跟生活其实是息息相关的主题 很容易就了解了 而不是就是你看了 觉得好像很困难这样子 那其实这些只是我们日常生活中好像 会遇到可是你没有发现的事情 比如说像是刚刚提到的节气部分 节气部分像我们 因为现在可能天气的 天气的关系就是 大家很难感受到那个世纪的变化 可是实际上在古代的时候 就是在污染没有那么多的时候 其实世纪是非常分明的 那在日常生活中 你就可以体会到每个节气的变化 那现在虽然我们没有办法就是 从生活中体验到 可是就是透过这套书就是节气的部分 它可以让我们了解 其实就是我们生活当中有很多 比如说像进谱的东西啊 都是跟节气息息相关的 而不是就是无数生有就是 到了这时候就要这样做 其实它都是跟我们的生活息息相关的 没错 因为我在小学堂上课嘛 然后我就发觉现在的孩子们 比方说对于节气 这个我们每天都会感受到的季节的变化 他们的感受力很低 一方面是他们没有办法感受到外面 因为你走到哪里都是有空调 然后再来就他们也不知道 这样子的改变之中 会对我们的整个生存的环境有什么不一样 像我每次跟他们讲到双降 他们就特别有反应 双降牛肉老师我有吃过 我跟你说那真的很好吃 上一次我们去哪里吃火锅 我妈都点双降牛肉 好像对于这个有感觉是因为双降牛肉 那但是双降到底是什么 对他们讲没有意义 其实像10月24号过不了几天 就是双降的日子了 可是当我们很耐着性子 一个个跟他们讨论每一个节气 它可能会有什么样的变化之后 我发现孩子会很快的就被节气所收复 他们甚至会期待下一个节气 我最喜欢跟他们讲的就是那个 有一个节气叫做小雨嘛 好雨水雨水 然后每次跟他们讲说 雨水之前或雨水之后 反正你看这几天一定会下雨 那每一届的孩子 因为我们都蛮早就在讲 所以每一届孩子都说 真还假的 我说是真的 不信你们就记得那一天 然后真的过了雨水 他们回来小学堂上课的时候 就好开心兴高采烈的跟我说 老师真的在雨水的前一天晚上就开始下雨 然后他们就会开始对这个东西很有感觉 他们会觉得这跟他们的生活 或者这个宇宙是联系在一起 所以我一向都非常相信 只是孩子没有机会接触 他们有机会接触之后 他们很快就能够理解 这些本来就属于他们生活的一部分 那我们现在就开始来从一本一本的来谈 我想我们先来谈我们的姓氏吧 因为从小我们就是有名有姓嘛 然后但是跟姓氏有关的 还有很多的小小的细节 可能是大家不太明白的 像从小我要讲我的姓氏的时候 就会有人问我说你是哪个张啊 张曼娟哪个张啊 然后我们就说是工长张 不是历早张这样 那我就一直在想 为什么是叫做工长张呢 当然在我们的这本姓氏的书里面 他也有提到很多的姓的来由 原来张这个姓他们以前 就是真的是在做工的 对不对 是对啊 然后就是 其实每一个姓氏来说 都不是就是无中生有的 其实以前的姓氏来源 最早之前就是 有可能就是那个地方的地名 他可能在那个地方很有名 那或者是说他在那地方 对那个国家有非常有贡献 那可能皇帝就觉得 他是一个很优秀的人 他可能就会 特别为他就是赐 赐一个这样子的姓 让他以后的后代 都可以使用这个姓 那让大家知道他对 就是国家的贡献 这样子 像我们那个在课堂上面 跟小朋友讲 讲一些那个左传里面的一些人的名字 比方说竹之五退秦 是有个很有名的文章 小朋友就问我说 老师他到底是姓竹之 还是姓竹 因为是蜡竹的竹嘛 怎么会有人姓蜡竹的竹 好那后来还出现更好玩 叫做义之湖 他那个义是哪个义呢 就是一个人 单人旁在一个失去的诗 就是传闻义士的那个义这个字 然后就说 为什么会姓义呢 还是姓义之呢 后来我们才发现 他其实是地名就是竹这个地方 一个叫武的人 或者义这个地方 一个叫做胡的人的名字 那我们发觉以前的姓 古代的姓 有很多姓呢 是跟女字旁有关的 比方说周公姓 周公姓姬明蛋 这是我们小学的时候 觉得最好玩的 姬蛋就是周公的名字 那还有的姓姜 有的姓姚 其实也是有原因的 对不对 为什么古代的时候 很远古以前的人 他们的姓都跟女字旁有关 他的原因是母系社会 对吗 因为母系社会的关系呢 所以当时的这些人 他们的姓氏呢 都是跟女有关的 后来进入父系社会 后就没有了 就不再跟女有关了 那像这些事情 我觉得如果小朋友他 他读过了这一套书 他有了这样的尝试以后 他去学校会觉得走路都有风 因为可能老师都无法回答 但是他可以答得出来 当然还有更多跟姓氏有关的 比方说你是否知道 在台湾目前哪一个姓氏的人 是最多的 我以前都以为是张欸 因为人家都说 华人世界里面姓张的是最多的 但他竟然不是 大家可以在听我们节目的同时 来思考一下到底姓什么的 在台湾是最多的 前三名是哪三个 你知道吗 我们待会回来之后 再来为您解明 曾经说过 曾美爱情 就像天与地别离 我从最过程 而我跟您 平静旅程 并没有惊心 也没动拍的情景 只需要 冬天变海 各境在追逐时 可跟您 安疼于家里变国最诗意 只需要 醉会长荡气支持 我用你的名字 我莫姓氏 乘走这故事 乘走这故事 从此以后 我们现在听到的这首歌呢 是张学有所演唱的 《你的名字》 《我的姓氏》 今天呢 我们在第二个小时 邀请到的是 幼福文化的主编 欣怡以及责任编辑玉方 他们呢 推出了这样的一套系列 叫做《我们的文明》 包含了我们的姓氏 我们的生肖 我们的神话 《我们的节日》 《我们的唐诗》 《我们的诵词》 《我们的节气》 总共有七本书 让孩子们呢 可以轻松的 很容易的就阅读 并且就在潜移默化之中 增加了他们的素养力 因为这一套书 我个人觉得是制作的 非常的精美 而且里面内容也很扎实 但是让孩子读起来 不会有什么压迫感 觉得 这个都是知识性的东西 我根本不想看 其实我觉得是不会的 那刚才呢 我们跟心仪和玉芳聊到 就是说 到底 目前在台湾来说 最大的姓氏 就是所谓 人最多的姓氏 是什么 当我的朋友问我的时候 我毫不迟迟地说 是张 后来才发现 根本就不是这么一回事 来我们先来公布一下 我们先请我们的主编 来帮我们公布一下 到底目前排行榜上 台湾的人 什么姓氏是最多的 大家一定也常常看到这个姓氏 其实第一名的姓氏是那个尔冬成 既然是尔冬成 那第二名是张吗 第二名也不是张 是森林的林 双木林 真的也蛮多朋友姓林的 好 再来第三名是张吗 第三名也不是 第三名是我的姓氏 是草头黄 黄欸 好 第四名呢 第四名终于是工厂长了 终于几上了几上了 好 第五名 第五名是穆子李 姓李 对姓李的也蛮多的 好 再来 第六名是山横一树王 OK 第七名是口天吴 是 那八九十分别是刘 蔡跟穆毅羊 OK 这是根据中华民国内政部 2018年11月公布的调查 所以跟现在应该没什么太大的差别 应该是不会相差太多 对 是的 好 那接下来我们就来看看 这些所谓的姓氏 这些姓 它的由来到底是什么呢 好 我们先请那个 馨怡来给我们介绍一下 好 你要介绍什么姓氏 那我就先从我 第三名的 我的姓氏 草头黄 来跟大家介绍好 嗯 那黄姓的来源呢 它其实它是原本是一个国民 哦 国家的名字 是 是因为 一个专序帝的曾孙伯毅 他因为帮助 大家应该知道就是那个大禹治水的故事 是 他帮助大禹治水有功 所以呢 他被皇帝赐了银系 然后伯毅的后裔呢 就是在 有一支就是在西州的时候 被封到黄这个地方 所以呢 建立了皇国 所以后代呢 就是 就延续 哦 皇国这个名字 然后以这个为姓这样 就是说这个 国家的人 后来都姓黄了 都姓黄 就对了 哦 原来曾经有一个皇国欸 好 那 接下来呢 我们就要请玉芳 来帮我们介绍一个姓啊 嗯 玉芳要介绍什么姓 嗯大家好 我们常常听到成灵满天下这个字 哦 没错 那果然成姓就是我们的第一名 对 那我先来讲一下 呃成姓的来源其实有很多 嗯 那其中他最重要的一个分支是 来自古代一个皇帝舜 嗯 他的后裔 他的后裔他 呃 他的后裔叫做龟满 龟满 嗯 那也是一个女 那个龟是一个女字旁 然后一个魏什么的魏在右边 对 对 那个念法非常特别 嗯 对 那在周五王的时候 那龟被封为 封到 嗯 龟他被 这个姓是他被封到成 那建立了成国 嗯 建立了成国之后 那自然而来 他的后代 后代便以国民都 都以成 当作他的姓 那就一直延续到现在 哦 所以成国跟 呃成这个姓跟皇这个姓一样 他都是来自于一个国家的名字 就对了 对 哦 好 那接下来呢 欣怡还要再介绍一个新闻 欸不对 等一下还没有完 玉芳你还没有完 你要讲林对不对 还是你要讲什么 不不不我不讲林 不讲林 我想讲老师的章 讲我的章 好的 一定要提到章这个 是 对 那一样是远古 远古的时候一个叫皇帝 嗯 那他的第五个儿子 叫做灰 嗯 那他发明了弓箭 哦 他发明了弓箭之后呢 他就被任命 任命为公正 就是一种制作工的官 对不对 对 那公正又叫做工厂 哦 对 然后 他们把这两个字 就是合在一起之后 嗯 就是章了 对 那 他的后代就是 一直延续下来 是变成以章为姓 这是章最早的来源 OK 所以果然就是真的是 跟工有关 因为工间 他是做工作的很好的这样子 对 好两位还有哪一个姓氏 要跟我们介绍的吗 如果没有的话也没关系 让大家自己回去看书 哈哈哈 对啊 关于就是书 对啊 其实我觉得大家 看到书名的时候会觉得 姓氏好像是一个很枯燥乏味的东西 我干嘛要知道这么多姓氏 其实每个姓氏的来源 都是有他的来源跟原有的 那大家看了以后就会知道 就是说 其实就是 为什么现在有这么多姓氏 像就是像 我们常常讲到的 就是百瞎姓这样子的东西 其实他都是有来源的 那这本书就是 可以当做一个 小朋友了解就是 其实他也有点像是 你从姓氏这本书里面 就可以聊到 就是可以知道我们的历史 就是跟历史相关的东西 而不是就是你在课堂上 可能老师就是很枯燥 发挥一直跟你讲说 别人丰功伟业 好 可是这些知识 你会觉得好像跟你都没有关系 那如果从姓氏这部分切入的话 你也可以从您 就是你周围的朋友 或是说你自己的姓氏当做切入点 那从那个部分的时候 你就可以了解那个时候的历史 那相对的就会吸引你的兴趣 就是了解更多的知识 对而且我觉得在读姓氏的这本书的时候 我突然发现一件事情 以前我小的时候 还有遇到过一些父姓的 比方说欧阳啊 比方说公孙啊 诸葛啊 到现在我觉得我想一想 身边好像已经没有什么人是父姓 这时候我们就要呼吁 全天下父姓的人 请麻烦多多的生产包裹好不好 不然的话这个姓氏就消失了 根本就没有了 这怎么办啊 真的不行啊 好在以上我们介绍的是我们的姓氏啊 那我要稍微再提到一本 我自己蛮喜欢的 就是我们的生肖这本书 这本书呢 很多像刚才 其实两位已经有讲嘛 生肖对孩子来讲 一点都不陌生啊 他们可能都可以背的出来 但是里面有 比方说有一个问题 常常被问到啊 有很多神话就是说 为什么猫没有进入十二生肖呢 好甚至还有人编了故事 说什么猫是被老鼠陷害了 等等之类的 读了这本书以后我才发现一个事实 它是历史的真相 就是猫这种动物呢 在远古时代呢 跟我们华人的关系一点都不清 它是属于野生动物类啊 而且以前古代的君王去打猎的时候 回来会把他们猎到的动物都写下来嘛 什么鹿啊什么东西 然后就有人就打到几只老虎 然后打到两只猫 所以猫不但在古代是一个野生的动物 生活在丛林之中跟森林之中跟人没什么关联 而且它好像很少 它才猎到了两只猫 不知道什么时候开始呢 猫才慢慢的变成了人类所换养 并且繁殖 以至于到了现在生的好多好多 生生不息啊 这么多的猫咪 好所以这才是真正解释了 为什么我们的十二生肖里面没有猫 我觉得你与其讲一个老鼠跟猫 为了要争十二生肖 结果猫被老鼠陷害的故事 还不如让孩子们看看我们的生肖 这本书里面提到真正的历史的原因是什么 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就是王力宏所演唱的十二生肖 这就是十二的生肖 是你的还是他的 是世界的 是地球的 一个人能够活到一百岁 已经算有的 还有什么好争啊 做一个好学生啊 不要奔奔不要打仗 咱们来唱首歌呀 如果说人有十二生不同啊 不如花点时间学习每个品种啊 数量无度 龙春马羊 后几狗猪 大声的唱 此处中有银鹏毛猪 成龙刺涉 无马未扬 向后又继续共摆住 这就是十二的生肖 在我们还念十二的生肖 好爱 我们都很难去 是你的还是他的 是地球的是世界的 有人说世界和平衡遥远 哪我不觉得 放眼这个目标呀 无论什么生肖呀 关系一点财物一点 贴定能办的到呀 如果说人有十二生不过痛啊 不如花点时间学习每个品种啊 数量糊涂 龙什么样 红尽狗猪 大声的唱 好 好 好 我从小里我和他只要 耶 是你二个生肖 你对我世界的 能不能世界世界和平衡世界 世界和平衡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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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所搭乘的是第二个小时的幸福号列车 我是列车长张曼娟 我们今天介绍的是幼福文化所出版的一套书 是给孩子们看的 但是大人看起来也很有趣 这本书叫做《我们的文明》 有《我们的姓氏》 《我们的生肖》 《我们的神话》 《我们的节日》 《我们的唐诗》 《我们的诵词》 《我们的节气》 总共有七本书 那刚才呢我们已经跟大家介绍了一些有意思的事 像是我们的姓氏啊之类的 我们的生肖啊 那接下来要讲到就是我们的唐诗啊 我一直非常主张孩子们在小的时候呢 不但要背唐诗 正重要的是要懂得如何欣赏唐诗啊 那像我之前呢 前些日子出版的那一套有声书啊 张曼娟读诗小学堂 里面就谈到很多让孩子们会觉得很有趣的读诗的方法啊 那今天呢我们邀请到的是幼福文化的主编欣仪 以及责任编辑玉方啊 那也要来谈谈这一本他们所出的《我们的唐诗》 在讲到这一本之前我要先忍不住的来讲一下 其实我觉得唐代诗人里面最中二的就是王博啊 我每次讲王博的故事 小朋友都眼睛睁得很大超级爱听 因为他们真的没有想到竟然会有人这么中二啊 那王博的代表句子就是海内存知己天涯若必灵啊 那这个人呢16岁的时候 就是大家都觉得他是一个神统天才 就被鉴定过的 所以就推荐给朝廷当官嘛 所以他真的是一个早会的人 19岁的时候引来了一场获释 是因为当时唐高中有两个儿子 都非常的喜欢玩斗鸡 一个是佩王李贤 一个是英王李哲 玩斗鸡就玩斗鸡呗 结果呢他们竟然就找到了王博 来帮帮忙写了一篇文章啊 他帮佩王写了一篇文章 叫做习英王鸡文 用白话文来讲就是我要把英王的鸡 全部干掉的意思 然后这两个王呢 斗鸡本来是一件很普通 没什么的事情 结果就弄得火药味很重 而高中皇帝呢 是最忌讳兄弟之间相残的 所以非常生气 觉得王维都是一个歪才 所以就把他逐出了长安城 这是他19岁的时候 你说吧一个人犯了这样的错 是不是应该要韬光养晦一下 那个言行都要特别谨慎 结果呢这位中二呢 在22岁那一年呢 在朋友的帮助下 好不容易当了一个小官 结果没几天呢 他就因为私藏一个罪犯 他就觉得自己很有正义感 把这个罪犯藏起来 后来发现这个罪犯 可能真的该死 所以干脆就把这个罪犯给弄死了 就因此他就被判了死刑 你说这人是不是中二呢 好后来因为唐高中李治大赦天下 他就保住了小命 26岁厨宇第二年 去探望他 因为他而被淋类被扁官扁到了交纸 就是现在越南北部当官的父亲 就他在路过南昌的时候 刚好是重阳节啊 那时候著名的藤王阁 刚好重修郡公 他写下了非常有名的藤王阁序 里面有两句话 被当时的人惊为天人 叫做落霞与孤雾齐飞 秋水共长天一色 写完了这个所有人都觉得说 实在太厉害了 连高中皇帝看了以后都很夸赞 说哎呀 这么聪明的人 不如叫他回来当官吧 然而王伯却在要去探望父亲的时候 船翻了 他就坠海而亡 这样的一个天才 而又中二 对不起啊 中二是我说的 的年轻人就这样去世 只有27岁 好 所以接下来请问一下 裕芳你要介绍哪位诗人 我要介绍的是小朋友都很熟悉的李白 嗯 对 实现李白 对 那提到李白 李白 他呃 大家最熟最熟的一定就是他的敬夜诗 没错 对 那相信大家都会背这首诗 创签蜜月公益师底上双 嗯 对 但是举头望蜜月低头思故乡 不是吃便当 嗯嗯 小朋友都爱想吃便当 对 那其实他创作这首诗啊 就如他的诗意一样 因为 呃 李白他在24岁的时候 他24岁的时候 呃 他其实是一个很爱自由的人 嗯 所以他离开了家乡 就是到处游历 那 他一边到处游玩啊 那一边有什么感想就写诗 那渐渐的他就是 欸大家都知道他的诗之后 他越来越有名 变成一个大诗 但是他 后来生了一场病 所以他在 他在扬州 他在扬州这个地方 他开始就是在那边休息 但是这个时候他已经离开家两年了 那跟大家一样 离开家很久就会想家 所以他才会写这首敬夜诗 对 在这首诗里面是 不是开心的时候写的 是生病的时候写的 所以看起来就是蛮爱香的 所以就是会更有感触的 对 没错 好 接下来要介绍的是哪一位呢 嗯 我们常常提到李渡 李渡 那李白就是他的好朋友就是杜甫 没错 那大家都知道李白 其实就是一个很爱喝酒的人 嗯 那因为他常常就是 像我们 有点像现在的喝酒闹事的感觉 所以 当时的皇帝就是 越来越不喜欢他 那李白他自己也厌倦了 在宫中当官的生活 所以他后来离开了长安去洛阳 那在这时候呢 他遇见了杜甫 那杜甫是比他小11岁的朋友 变成一个忘年之交 那他们也常常出去游玩啊 对 然后就是 彼此非常契合 所以 也非常的互相欣赏 但是我都觉得李白跟杜甫 他们两个人真的是很不一样 李白就是天之交子 从来没有为钱发愁 然后杜甫呢 就是大半的时间都是饿的肚子 不是在逃难 就是在等有没有机会 可以得到一个升官跟被推荐的可能性 比他仕途不顺 对 然后就超瘦的 然后李白就是永远都有酒喝 有美食可以吃 然后有很多的好运 很多欣赏他的人围绕在他的身边 对 那杜甫呢 他从小就非常有才华 他七岁就会写诗了 那虽然他从小就很有才华 但是他并不是那么顺利 对 那24岁的时候他考试落榜了 那落榜之后他为了要散心 散心 然后他就去了山东河北的地方 所以 然后 他在当时 就是在游历的时候 他到泰山的时候啊 他就非常有感触 所以写下的 《会当林绝顶一兰众三小》 这个千古名句 这也是他的代表作品 对不对 好 接下来呢 我们就要请欣怡来为我们介绍一位作家 一位诗人 那我再来介绍 就是王之焕好了 嗯 那王之焕的话 其实 他其实是一个名门望族 所以 就是他的那个祖先啊 都是世代为官的人 那因为受到那个家里 就是还不错的影响 所以他从小就是念书 所以满腹经纶 然后也不太需要就是 就是年轻的时候就会到处 他就有时间可以到处去玩 就过着无拘无束的生活 这样子 那他在游历的时候呢 就也结交了很多朋友 所以 例如像是王之焕啊 还有 王昌霖跟高氏 结下身后的友谊 这样子 他们都是边塞诗人 边塞诗人 对 虽然王之焕没有上过战场 那是因为在他的好朋友的影响下 所以他才会写的那么好的就是边塞诗这样子 对 那王之焕 他没有参加过科举稿 可是因为就是我刚刚讲的 因为他世代为官嘛 所以呢 他的 祖上呢就把他 就是安排了一个官职给他啦 但是呢王之焕因为他 他心高气要 他不想要当小官 所以做没多久 他就吃官回家了 所以其实王之焕是一个还蛮 蛮随性的人 那有太多的故事 都是在这本书里面 因为时间的关系 所以我们没有办法跟大家一一介绍 如果您希望您的孩子 可以用这种更轻松的 更愉快的方式 来增加他们的文学素养的话呢 我们就建议您可以让孩子来读 幼福文化所出版的 我们的文明系列七本 我们现在听到的是JS所演唱的孩子 感谢你搭乘今天的幸福号列车 祝您周末快乐 我们下礼拜见啦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